然然 你妈在忙 然然怎么了 不舒服吗 我把明智儿叫过来 不用了 我没事 邵伯伯 云福路有一家 叫做维也纳的咖啡馆 您知道吗 那家咖啡馆 有很多进口的漫画 我上中学的那会儿 特别喜欢漫画 所以就经常过去看 我记得有一次 老板跟我说 他留了一套 我特别喜欢的漫画 要送给我 所以我特别开心地 就跑过去了 可是我一进门 发现我妈坐在里面 我妈坐在我的正对面 竟然完全没有发现我 因为我是逃课出来的 盼我妈发现 我就躲在一个角落里面 偷偷看着她 原来她的注意力 全都放在了 坐在她对面的 那个男人身上 那一刻我才知道 我妈可以笑得那么灿烂 笑得那么美 我还在那里 坐在她对面的那个人 背对着我 我记得她穿着一个白衬衫 头发梳得很干净 可是已经有了 不少的白头发了 那一幕我永远都记得 她拉着我妈的手 以及我妈无比灿烂的笑容 当时我特别特别地生气 您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我从小 我的爸妈就特别爱吵架 我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吵 我生病了 他们吵 我摔跤了 他们吵 我弹钢琴吵架 不弹钢琴 他们也吵架 我一度认为 是不是我自己做得不够好 是我不够乖 所以我一直努力 让自己做得更好 但那会儿我突然明白了 他们吵架根本就不是因为我 从那天开始 我就特别讨厌我妈 他让我干什么我都不干 他让我读书 我就偏在家玩 他让我减肥 我就拼命地吃东西 他离开我爸的时候 我宠他吼 我对他说了好多狠话 我跟他说 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他 后来我妈失松了 我开始着急了 因为我害怕 我跟他说的那些话 成了最后他听到的话 我不希望 在我妈的心里面 只记得她那女儿恨她 但是我现在特别地理解 我妈为什么不爱我爸了 为什么跟他过不下去了 为了帮我妈讨回公道 我从英国回来了 我想从那个强奏我爸的女人手里 抢回属于我自己的家 可是我现在才觉得 这个家抢回来 也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 因为跟自己不爱的人在一起 那不叫家 那叫地狱 邵伯伯 我今天跟您说了那么多 就是希望 你能够把这些话 全都转交给我妈 您告诉她 希望她也能原谅我 我希望我妈能够幸福 但是这个幸福 但是这个幸福 您能给得了吗 您是怎么知道的 我妈给我的这个项链上 刻着一个H 我一直以为她代表的是我爸 可是我刚刚才知道 她是亨瑞 是您的英文名 是 你当年在咖啡馆看到的那个人 确实是我 我非常喜欢你妈妈 你妈妈是个非常勇敢 非常受人尊敬的女人 但是 我和她的关系 不是你想的那样 邵伯伯 您不用跟我解释 现在最需要交代的 应该不是我妈 而是您的太太 老师 中国人以为她的润 尽 我不会有一点 没有 你应该不能是 应该当为你 本身手里的 我们不知道